自12月初以来 加拿大就一直站在风口浪尖 从加拿大著名羽绒品牌加拿大俄的股价暴跌 三天蒸发100多亿人民币 开始越来越多人看到了 加拿大经济早已亮起的红灯 一直以来 在很多人的眼中 加拿大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 但是根据加拿大统计局12月初公布的数据 加拿大平均家庭储蓄仅占收入的1.4% 下降至13年来的冰点 反观加拿大近年来的整体经济表现 似乎也未能差强人意 2010年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1万亿美元 但是到了2015年 加拿大的生产总值 反而只有1.56万亿元 经过了5年的时间 加拿大的经济反而倒退了 然而 加拿大额的暴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经济负面影响 或令更多加拿大企业像多米莫骨牌般 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据统计加拿大拥有逾500家在华企业 涉及能源 教育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此外根据外交部的贸易数据 截至今年9月 加拿大对华出口总值高达146亿美元 换言之 如果加拿大未能尽快消除中国消费者的负面印象 那么加拿大的经济极有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为了获取中国人民的好感 加拿大竟然出了一记奇怪的招数 16日下午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在微博上突然发布了一则关于白秋恩的消息 还强调 白秋恩医生在中国家喻户晓 白秋恩医生作为中家两国有益的象征 在两国人民心中都是英雄般的存在 但是加拿大此举未免有多好感的嫌疑 如果加拿大真的想挽回中国消费者的信心 与其搬出挡箭海 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反思一下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中国多次严厉表态之后 加拿大本应该立即释放孟晚舟 用实际行动修复中家关系 万万没有想到 加拿大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又在危险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一步 加拿大现在居然打起了台湾的主意 此前加拿大抓捕孟晚舟后 迫于中国的压力 在将孟晚舟保释企图蒙混过关以后 换来的是中国毫不退让的的斥责 纠正错误立即放人 而美国是坐山观虎斗 把所有的压力都推给了加拿大 特朗普甚至声称 如果中美贸易战取得进展 他将会对干预司法释放孟晚舟 美国已经赤裸裸地将化为荡城 要挟中国的筹码 只留下一个加拿大在风中被啪啪打脸 由于中国反应强烈 几名加拿大间谍也恰好被查落网 民间也刮起了抵制加拿大商品的风潮 这让加拿大如坐针毡 而就在这个风气浪高的敏感时刻 前天加拿大派出代表 就在台北举行了台家经贸对话会 而在本月7号 加拿大外长就已经宣称 正在考虑与台湾地区洽谈投资保障协议 看来这是付诸行动了 由于正在中间关系紧张的敏感时刻 加拿大在这个时候选择和台湾眉来眼去 很显然 加拿大在玩火的路上继续狂奔 外界普遍分析 加拿大这是要这是要打台湾牌对抗大陆吗 无理抓破我公民已经犯下大忌 如今看我方反应强烈 不是积极改正错误用行动来弥补错误 竟然妄图通过打台湾牌来对抗中国 看来 加拿大政客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不要说加拿大 就是他的老大美国打台湾牌时也要胆战心惊 2018年 美国多次声称要派的军舰停靠台湾 我方当即画下红线 美军舰停靠台湾之日 就是解放军收复台湾支持 红线之下 牛茶哄哄哄的美国挺靠台湾的口号喊了一年 就是始终没有敢突破中方划定的红线 因为美国知道 台湾问题是中国不容触碰的底线 谁敢越线 将会地动山摇 来哪美国都不敢触碰的底线 如今加拿大竟然也想用打台湾牌来对抗中国 简直是唐币当车字不量力 我会想用打台湾的几岁 我会想用打台湾的几岁 感谢观看